打那个飞黄石,你的手出去的时候,关键力量是这样子的,如果关键力量是这样子,石头就往那边飞了,你过来,等下打到你,你看,这样出去,你这样出去,它是顺着你的手臂的方向出的, 而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你这样子,你的石头打出去,是往那边飞的,你看,如果是这样子打,我是这样子打的时候,我的力量是这样子的时候,石头自然是往那边飞,是不是这样子, 好,来,来,好,够了,够了,够了,起来,起来,你起来,你走开,你走开,你走开,你们也让了,你们也让了,所以要练习什么,我们练这个东西啊,就是手粗, 手出来的时候,过来,我要打那个树,你要站着吗,你要顶个苹果,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手出去的时候,你看,这个手出去的时候,要练习到,它就是顺着你的手,它是顺着你的手臂,这个,练习这个力量, 这个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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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懂,这才叫做指哪打哪,我的手指头指到哪,就打到哪,表示什么,表示你这条手臂伸出去的力量,是顺着你的手臂的力量, 是顺着你的手臂的力量,是顺着你的手臂的力量, 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走开了,所以这样伸是这个力量,手指头指那边,打那边, 我手指头这样子,我手指头这样子,我手指头这样子,啊,就,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石头就往上飞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这个出去,我的手臂虽然是这样子出,你起来,起来,等一下, 你这个手指头,你这个手臂,出去是这样出,跟这个一样,这样出,所以你这个手臂打出去是这样子,打出去是这样子,要不懂,你不能这样子,就不能这样子了,是手臂大,这样出去,啊,所以这个就是你在这边练的时候,在这边练的时候, 是你这边 做,就不能这样子 你这条手臂的力线,跟你这条手臂的,跟你的手臂的,型态,我就说跟骨头,跟你的锡头是一条线, 漂亮不懂,这是我们的关节上面的力量,这个是手臂的力量, 要突破这个 一般的是肩关节的力量 就是这个力量 走关节就是这个力量 手腕就是这个力量 这不行的 所以你才拿一把剑 拿一个刀 拿一根枪 拿一根棍子 你这一出去 就是一条线 那个力量才跟棍子 跟枪跟剑 才能合吧 同样你一拳出去 你一拳出去 拳的形状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你在出这个拳的时候 这个力量是顺着这个力量 出去的 否则你在出这个拳的时候 你这个阶段 你的力量是这样子 你的力量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才必须要怎么出 必须要这样出 必须要这样出 这是一个线 要不懂 前面要这样出 他要这样出 这样子是一个线 可是我这样出 我这样出也必须是一个线 我这样出 我的拳头在这边 我的拳头在这边 我还是一个线 我还是一个线 我不一定要摆成一个线 听不懂 所以我这样也是一个线 我的手虽然是从这里出 我从这里的弧度到这里 可是当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还必须是一条线 所以我从这边拿东西 我回过身打 还是那样子 你不可以 来了 听不懂 这就是练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在这边 牵涉到你后面练的所有的东西 对 对还是错 看起来动作是一样的 看起来动作是对的 可是我们一看 里面力量是错的 看不懂 够了吧 你们以后去 你们以后去慢慢练了 从三步 三步 五步 七步 这样子 不是这种跟那个酒吧在射飞标是一样的 不一样 不一样 酒吧射飞标啊 酒吧射飞标 他的动作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他是控制什么 他控制出 让他离开的那个 离开的角度 是不是 他是控制他离开的角度 跟那个射飞刀一样 射飞刀 他射飞刀是这样射的 他这样射 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他要控制什么 他的飞刀离手 不可以在这里离 他的飞刀的离手 他要算那个距离 他在这里离 这里离手 那个飞刀一个抛物线 小的抛物线 转一个圈 看到没懂 所以他抛出去的那个飞标 跟那个 跟那个 飞标跟飞刀啊 那个路线 那个力量路线 跟他的手臂是 手臂是不合的 要不懂 跟棒球投手 投球是一样的 是不是 他投球 他在这边投 投出去的时候 他在这里投出去 他必须掌握 他球离开手 是在这里就离开了 他是离开球 在这里就离开了 他控制那个角度 他不可以在这里离 他不可以在这里离 因为他的手臂的挥动的方向 跟他身体的方向 是什么 他的方向是 是这样子的 他的方向 他的身体的运动方向 他是这个样子的 是不是 所以他是这个样子 他必须在哪里 他在这个弧度上面 在这个角度 在这个点上面 把球放出去 他才会到 到那个点 看不到 那跟武术 跟我们打飞黄石啊 跟全武术的力量 不是一样的 啊 所以很多东西 看起来一样 实际上 实际差很多 那那个Dark 一样 他如果是这样子 投的话 他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比较直 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他还是一样 他的手的运动 运动方向是什么 他的运动方向是正 他的运动方向是这样子 所以他必须在哪放 他必须在这里放 是不是这样子 还有 他如果是这样丢的时候 那个距离啊 那个距离一定比这样丢 近 近嘛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打飞黄石 打飞镖的距离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也不会远 大概五步到七步 五步到七步这样子 不是像甩 甩飞刀那样子 甩斧头甩飞刀 那么远可以甩 那是用一个抛物线甩 各位懂 那是另外一种力量 量度量度弹 要懂吗 懂了去试试看 哦 好